老妈让我给她的手机升级 刚摆弄好开机 上面就蹦出了三条微信新消息 哎呦 白白静静我真喜欢 岁数大好啊 我就喜欢岁数大 会疼人 我们见一面 必备的东西都带好 我付钱我眼睛死死的 瞪着对话框顶上的备注 小白 天啊 我妈 这是 出轨了吗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我一个没稳住 手机啪大一声掉在了地上 咋还给我手机扔地上了 你说你 这点小事都干不好 每天在家好吃懒做 老妈启动着日常 Battle 丝毫没有注意 我眼里饱含的泪水 白白静静 什么会疼人 什么必要的东西 我脑海里顿时生出了一幅 又一幅不堪的画面 那也好过出去惹是生非 我蹭的一声站起来 吓了老妈和正恒在沙发上 看抗日大天的老爸一跳 老妈正正地看了我 嘟囔了一句神经病 就又进了厨房 我越想越难受 转头看到单纯的父亲 实在男人心中悲痛 一把扑到了他的怀里 卧槽 你吓老子一跳啊 闺女 我咬着嘴唇 心里一横 抬头看着这个老头 虽然长得不帅 而且年华老去 面不屈黑 还经常不刷牙 偶尔搓完脚丫子手也不洗 但是 但是 我干 竟然没有 但是 这个老头 难道这世间没有他在意的人了吗 细想一下 竟觉得老妈的出轨 有那么一丝丝情有可原 想到这儿 我啪了给了自己一巴掌 我个不孝女 怎敢有这种想法 闺女 可不心这么做见自己的呀 老爸吓得挺直的身子 我叹了口气 伸着头看着老妈 确实在厨房忙活 偷偷地和老爸说着 爸 我刚看到我妈 跟一个人聊得热火朝天 叫小白 深陷八路军剿匪情的老爸 黑天一笑 回了我一句 对对对 你妈是辣笔小心 我有些尴尬 又靠钱说了句 是老白 你懂妈爸 其实是老白 对对对 你妈是童相遇 我无语 我面前这个可怜的老头 丝毫没有感受到 她的爱情正在离她而去 不过还好她反应迟钝 我不能直接将这个秘密告诉老爸 中年失去妻女的痛苦 她可承受不了 但我也不能放任这种事情的发生 于是决定 我 万芳芳 29岁单身贵族 要誓死捍卫家庭的完整与和谐 第二天 在老妈惊讶的眼神中 我起了个大早 我赔可怜的老爸看 回家的诱惑 万芳芳你是不是病了呀 起这么早 我们年轻人 早睡早起身体才会好 你不要管我 老妈若有歧视地点点头 继续整理着她的羊毛卷 这话说的是 你年轻人身体是挺好的 我震惊地看着 正在往脸上擦着香香的老妈 内心悲痛翻涌 妈 你还擦什么擦呀 这种话你都说了出口 还当着女儿的面说 这脸擦不擦的 还有必要吗 我忍着悲痛 看着老妈穿着我买的衣服 用着我买的化妆品 还拿着我买的包 花枝招展地从我面前走过 电视里十分应景地出现了爱丽的台词 既然要追求刺激 就贯彻到底楼伴随着老妈关门的声音 我蹭着从沙发上站起来 以迅雷不及掩耳道零之素 把睡衣一脱 露出了里面早就穿好的衣服 在老爸一脸的崇拜当中 摔门而去 开始了我的跟踪之旅 老妈上了一辆出租车 我紧跟着也拦下了一辆 师傅 跟紧前面的辆车 兴许是被我这身墨镜口罩黑大衣给唬住了 也可能是这司机师傅一整天拉课太过无聊 他竟然一脸严肃地也戴戴上墨镜 坐稳了 汪的一声就窜出去了 只是不到五分钟 前车就停了下来 就一个路口 你给我整这么惊心动破干啥 大叔表示不满 我哪里知道 我妈胆子会这么大 既然选了离家这么近的地方 所以快速付款溜走 那是一家咖啡馆 但老妈走到门口时 似乎忘带了什么东西 摸索半天又往回走了 正当我以为今日的桌奸计划泡汤时 一转头 看到里面一个东张西望的男生 直觉告诉我 这就是今天的男主角 果不其然 老妈拿起手机的时候 她的手机也跟着响了起来 她刚响起身 我便站到了她面前 你好 是小白吗 她明显愣了一下 我也愣了 这么小 都能当我弟了呀妈妈 不过 真这么帅呀 怪不得老妈愿意为了她抛弃老爸 这也太值了吧 不对不对 呸呸呸 清醒过来的我 不禁产生了一种 她这样以色式人 是要谋财害命的猜想 是 您是 她倒是还挺有礼貌 一招手 帮我点了杯柠檬水 我狠了狠心 为了我的家庭幸福 我只能硬着头皮 我是林阿姨的女儿 今天来 想必你也是知道是为什么 我没好气的说着 她好看的眉毛拧在一起 我强忍着自己的好色之心 将目光移到了别处 你们 全家上阵 赖上我们了是吧 赖上 你们 我突然有点糊涂 但是她这话说的 真的是很让人生气 明明是你赖上我妈 你看你年纪轻轻的 发育了吗 你就出来干这事 她倒是不示弱 那是没你发育的这么好 说老 我这暴脾气 冷静 冷静 我为人师表 确实长她几岁 总得比她沉桌冷静一些 行了 说来说去 不就是为了钱吗 这话是我心里话 就她这长相 说是图我妈的色 打死我也是不信的 姑母是看上了老妈的退休金 想着日后吃白食 切 想到我后爸 你还嫩点 开个价 多少钱 你能离开我妈 我洋装的镇定 轻轻的作了口水 一百万 我一口气没上来 呛了一口 但依旧洋装镇定的擦了擦嘴巴 看着她笑眯眯的看着我 才知道她是在戏弄我 我强压着火站起来 回头冲她恶狠狠的说了句 那我祝你们幸福 老妈这事磨落好几天 索性这段时间 她还收敛了点 只是抱着手机傻乐 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行为 我说老师 在大学教的是职业规划 说实话 这个我自己都觉得没什么用 是个闲职 孩子轻松我也轻松 这天 我的烦躁已经带到课堂上了 他们叽叽喳喳的 哇 好帅啊 天哪 这个操作真是神啊 简直是全能选手啊 我前两天还看见 那群粗拥的头里看 平板上放着的 是一场电竞比赛的录播 右下角应该是主角 一身黑T 戴着耳机 眼睛死死的盯着屏幕 我站在那好一会儿 我怎么越看 这个主播越感觉在哪见过呢 脑子里灵光一闪 我抓起平板 在学生的卧槽中 死死的盯着屏幕上的人 小白 可不是嘛 这不就是勾引我老妈 妄想做我后爹 贪图养老金的那个死小孩吗 学生见我叫出名字 一个个都跟着兴奋起来 帅吧 万老师 他可是现在最火的游戏主播了 对呀对呀 听说今年才25岁 跟我正合适呢 我瞥了说这话的女生一眼 他这回正脸红心跳地幻想着 他这脸色和架势 大概在他脑子里 连学区房都盖好了 万老师 想不到你一把岁数 还认识小白呀 我瞪了他一眼 你说谁一把岁数 大家这周家一篇职业规划方案 八千字 啊 在一片哀嚎声中 我像个英雄一样 走出了教室 回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 就是上网百度了这个小白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 大量的信息涌入我的脑海 月入百万的天才游戏少年 独占千万粉丝的金牌 解说白小鹿 是高等王子还是内秀达人 不得不说 现在网络宣传语 真的还透着我上学那回子的飞 主流 白小鹿既然叫牛 他看上我妈什么呢 我思来想去 脑子里只有一个结论 那就是 他是个变态 老爸依旧不知情地坐在沙发上 控诉着红世贤的无情无义 我抹着眼角的泪水 看着这只带宰的羔羊 今天是我第二次跟踪老妈 还是上次那个咖啡厅 还是熟悉的路线 只是这次怎么是个老头 我正趴在窗上 用手挡着光 想让自己看得更清楚一些 一个和我一样的黑影 便撞了过来 不好意思 对不起 这声音 小白 我就是脑洞再大 看着眼前一脸不屑的小屁孩 我也想得到 原来老妈的出轨对象不是他 而是他爸 可 那我们既然同仇敌态 顶着将他们拆散的原则 就暂时统一联盟 我点点头 这点我是同意的 这事我们最好扼杀在摇篮里 我爸现在还不知道 希望他们能够悬崖勒马 重归家庭 你妈妈 你也就不要说了 我装大人要点拨着他 他却突然闷闷的给我来的剧 我妈在我小时候早死了 我顿时不知道该如何接话 正准备安慰他 却突然反应过来 你妈既然不在了 那你为什么不同意他跟我妈约会啊 你觉得我妈配不上 对啊 我这问的什么问题 就我爸那样的男人 也就我妈看得上 其他的女人 大概率都是涂谋不轨 目的不纯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人这么说自己的爸爸 我听了虽然生气 但说的也不错 我妈涂什么呢 白小鹿 我名字 他突然来了一句自我介绍 倒显得提前摆读他的 我有点不好意思 万芳芳 但属实是我多虑了 这个死小孩 怎么会懂什么是礼貌 下一秒就笑着嘀咕 真吐 真娘 他恶狠狠地盯着我 我也瞪回去 我多吃了这几年的饭 还能让一个小五岁的死小孩 给欺负了 我正想着辞对他 他却突然一把给我搂住 贴着脸贼兮兮的 我们俩近到 我可以看清楚他脸上的绒毛 不得不说 二十五岁的皮肤 真是让人怀念啊 白里头红 睫毛也长 真让人忍不住地想舔一下 这个猥琐的念头 还没开始发芽 我便清醒地推开了白小鹿 我怎么能跟自己老妈一样 看上同一家的男人呢 白小鹿似乎有点不爽地看着我 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嘴巴说 喂 流口水了 我赶忙擦他嘴角 根本没有好吗 一抬头看见他朝我吐着舌头 才发现又被他给耍了 刚准备骂他 他们出去了 我们追 我这才回过神来 看向空荡荡的桌子 傻愣愣得点点头 抓着包跟着他出去了 这时 眼看着老妈和白小鹿 他爸进去已经快二十分钟了 我俩却迟迟站在全盛酒店的门口 无所适从 不要脸 白小鹿闷闷地说了句 小俩还通红 你说谁呢 你爸才不要脸 狐狸精 不守复道 老鳖三 甜不知耻 你 你 你不要脸 白小鹿气得脸通红 直指着我的鼻子骂 哟 你重复了 你说了幼稚 说不过人 就说人幼稚 我跟他你一言我一语的 也是为了消除内心的忐忑 我俩尴尬地看了对方一眼 毕竟是自己的父母 很难想象这种事情 久久的沉默之后 我实在忍不住 开始搭理他 那个 我们就在门口等他们出来 二十分钟 也差不多快出来了吧 我扭捏地说着 尽量不显得自己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白小鹿却突然生起气来 二十分钟 你瞧不起谁呢 说完 他可能自己觉得不合适 马上闭了嘴 转头拉着我就冲了进去 你好先生 小姐 是要大床房吗 前台小姐礼貌地问着 我这才发现 白小鹿还死死地 抓着我的手腕 前台小姐看他火急火燎的样子 估计以为是哪个情窦初开的美少年呢 他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点 尴尬地松开了手 我们不是来开房的 请问白先生和刘女士的房号是多少 前台小姐微微一笑 似乎了然于胸 不好意思 我们不能透过客人信息 请谅解 说完就换了一副生日勿扰的面孔 我们俩还想理论 结果后面传来了两个熟悉的声音 小白 芳芳 我和白小鹿坐在这里已经半个小时了 要不是公众场合 估计现在我俩都已经被各自的父母 打到奈何桥边 期盼来是把脑子生了聪明点了 我看到的那些个短信 真的是白叔叔发的 只不过他们说的主题 是我 而我妈 不过是白叔叔的老同学 我 一个三十岁 没日没夜上班学习的大灵女老师 白小鹿 一个二十五岁 却只知道宅在家里泡电脑 毫无社交生活的游戏主播 着实给这两位老人家 为我们的终身大事操碎了心 于是他们双方交换了照片 约好了拿着生辰八字 来酒店找好不容易在本事开讲座的大事过目 我和白小鹿 才是这场闹剧里真正的肩负淫妇 万芳芳 你是不是有病 我看你岁数越大 脑子越小 你怎么能 这么想你骂我呢 我妈压低着声音 一边咬牙切齿的骂我 一边还要给白叔叔陪笑 想你也是难为他了 白小鹿你是不是打游戏打到脑袋了 你长大长大 怎么脑子不长呢 我偷摸看着旁边的白小鹿 也是低着头 一脸的无奈 等他站出来 估计黄花菜都凉了 毕竟我是长辈 责任我担就好了 白叔叔 对不起啊 我这误会了 你就是芳芳吧 白叔叔看着我 一脸的欣喜 哟 比照片上漂亮多了 听说学习好 还是大学老师呢 老李有你这样的闺女 真让人羡慕 有我看着白叔叔那张慈善的脸 想到刚刚在门口骂她的那些话 更觉得羞愧起来 结果下一秒 她便抓起了我的手 芳芳啊 刚才大师说了 你跟小白啊 那可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奇缘啊 叔叔一打眼 就喜欢你这样的 你和小白 爸 你都没问过我 结果老妈也拉起了白小鹿的手 小白啊 阿姨早就听说 你妈妈去得早 阿姨这个心啊 说到动情处 还得抽打两声 揪得慌啊 今天看你这孩子 真招人疼 你要是不嫌弃 我家芳芳也是个会疼人的 以后 阿姨就是你妈了 白小鹿被说了一愣一愣的 我也被我妈这一顿操作整懵了 我俩互相看了对方一眼 只能干大地笑了笑 远远看去 四个人 两老一少和一个更小的孩子 紧紧握着和被迫握着手 像是截了一个了不起 又让人不由的悲伤的门 那天回家以后 我被老妈揍了一顿 并严重警告 要是毁了这段姻缘 她就让我从户口本上彻底消失 我妈这人最讲信用了 而白小鹿那边 估计也是受到了白叔叔的要挟 总之 我们开始了一段 不情不愿的交往 我们之间也说好了 等到互相了解之后 再去告诉父母 以我们不合适为理由拒绝 我接到白叔叔电话的时候 天气预报里正在说 这几天的台风和暴雨 芳芳啊 叔叔这几天出差 你能不能去帮我看看小白 我刚打电话给他 这头愣了许久 最后也只能叹了气 去药店给白小鹿买了药 顺道去买了食材去他家 但天不遂人怨的 我本来化着精致的妆 也被这阵狂风暴雨 打磨得十分狼狈 所以当白小鹿打开家门的时候 他只是叹口气 拿着钱包 掏出了几张一百块 塞在我怀里 顺便把我手里的菜和药 都拿进了屋 唯独把我关在了外面 他把我 当成送外卖的了 我顿时又好气又好笑 用着雪仪的力气砸着门 在白小鹿拧着眉毛 一脸不耐烦之前 聊 起了自己的头发 白小鹿 是我 他上下端向我一下 显然他此时此刻 终于知道了外面天气的恶劣 赶紧让开一条路 让我进去了 你快去洗个澡吧 可别感冒了 把我传染得更重了 白小鹿一边嫌弃着我 一边往我头上扔了条毛巾 我抱着胸口 身上的衣服还滴着水 他似乎是看穿了我的囧状 轻咳一声 进屋拿了件硕大的T恤扔了过来 穿我的吧 新的 我有点难以置信的 看着他对我的善意 他却误会了我的眼神 赶忙退了几步 你放心啊 我不会偷看的 比你年轻的我都不看 我干 善一个屁 洗完澡出来 给白小鹿做了白粥 为他吃了药 想必白叔叔提前和他知会过了 可我爷已经给我收拾好了 睡吧 白小鹿 别看电视了 我收拾着碗筷 嘴里刀念着 他却一点生意没有 我回头 正好与他的眼神交会在一起 他慌张地挪开 在沙发上摸着遥控器 怎么了 我看了看自己 没什么不妥 他见我盯着他 憋了半天说了句 腿真粗 这个死小孩 我应该在白粥里家披霜 而不是白躺 我气呼呼地收拾完东西 便进了屋躺下 有些认床 就这样磨磨叽叽刷的视频 都到了12点 刚有点睡意 客厅里传来了玻璃的清脆声 我一个鲤打银跳起来 冲到客厅 果不其然是白小鹿一头栽在哪 我尸拉硬拽 一米六的个头 硬生生把这个一米八五的大个子 给拖到沙发上 我拍了拍他的脸 果然是发烧了 用毛巾降了降温 又给他吃了点药 不一会 他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 白小鹿 好点了没有 我轻声细语地问着 他睁眼瞧着我 许久才认出我 万芳芳 你是不是要对我途摸不轨 我一脸黑线地看着这个死小孩 醒来的第一句话 竟然是关心自己的清白 我懒得搭理他 刚准备起身换毛巾 他却一把抓住我 并了力气还这么大 眼前的他 红扑扑的小脸蛋 嘴唇薄薄的 眼神迷离地看着我 别走 我不想你走 留下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是要表白吗 虽然我们的相识是不大美好 但看待这张脸 这副年轻的躯体 我也不是不可以哈 但我们之间差五岁啊 我正现在色心与伦理的纠结中 结果白小鹿紧接着给我来一句 妈 你别走 妈 他可不是希望 我像电视偶像军离心女主一样 轻轻拍着他的后背 来场母子子笑吧 我一拳打在他肚子上 他摁了一声吃痛 眼睛也睁得大了 万芳芳你是要谋杀吗你 我顺势捏住他的下巴 他被我莫名其妙地怒气 也搞得有点懵 他嘴巴被我噎得也撅了起来 我抑制住自己的色心 咽咽口水 一字一句地说着 叫姐姐姐姐 我这才满意地放开他 继续给他扶着毛巾 他被我折腾这么一下 更没有力气 不久便又沉沉地睡过去 睡梦中 嘴里还喊着姐姐 姐姐 嗨 这谁遭得住啊 就这样 我在白小鹿家住了几天 他似乎也不记仇 只是很爱吃我做的饭 为了占他便宜 我逼着他叫我姐姐 久而久之 他也叫得顺口 最后一晚 白小鹿家里的网却停了 百无聊赖 我便做了些好吃的 又拿出些啤酒 准备来一个电影之夜 看着白小鹿打开 那个许久不看的光碟机时 吃馋起来 白小鹿一口啤酒喷了出去 这才下意识地偷看着我 我自然是不想露出 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只能洋装淡定地和他聊起来 小白 你知道金婷梅是我国 第一部事情小说 文学地位很高的 人无立体 也手创了语言里俗话 万芳芳 你确定要在你和一个男生 看小黄片的时候 等他讲这个小黄片的文学价值呢 我咽了咽口水 小声嘀咕了一句 他还能干嘛呀 那当然是 就是我们两个就在 不断地喝着啤酒当中 不声不响地 看完了整部金婷梅 什么时候睡过去的我不知道 但是早上起来 看到白小鹿那张睡脸 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 我的心脏似乎受到了惊吓 蹭得起身 检查自己的衣服是否完整 我的动作惊醒了他 看着白小鹿正欲微张的眼睛 我着急忙慌解释了起来 你放心 我什么都没做 坚决没有图谋不轨 你看你的裤衩都穿着呢 我没动 我真的没干什么 白小鹿挠挠头 看着我顶着一头鸟窝 以至于白小鹿说那句姐姐 我们试试吧的时候 我以为我的梦还没醒 直到和白小鹿正式约会 我都不敢相信 会玩游戏吗 今天的他穿着一身灰色的运动服 熟练地开着机子 没 我老实地摇摇头 他倒是无所谓地说 没关系 我教你 先开机吧 我第一次来网吧 面前这个机器 确实和家里的长得不太一样 我四处观察着 发现大家都是按了一个银色的按钮 才开了机 我找了半天 在自己的右手边 找到了一样的按钮 顺势按了下去 可屏幕却依旧一动不动 我又尝试着按了几下 还是毫无反应 我刚准备告诉白小鹿 却发现他正歪着头 一脸笑意地看着我 怎么啦 姐姐 你按的是我的开关 我这才缓过神 我说呢 他的屏幕怎么黑了 坐着吧 我刚准备起身再找 他一只手就搭到我的肩膀 把我压在了座位上 半个身子压在我身上 越过去找到了 那个属于我的银色开关 只是一下 我的屏幕变亮了 我平住呼吸 他脖子上的项链 掉在我眼前打着圈 我看着微微上下滚动的猴杰 狠狠地咽了口口水 学会了吗 他又离我这样近 我往后撤了一下凳子 红着脸点了点头 他微愣 笑了笑 又给我拖了回来 拉回他身边紧紧挨着 离那么远 可是学不会的哦 接下来的时间里 白小鹿细心地教了我 一个名叫LOL的游戏 我在里面的角色 是一个红头发 有小熊的萝莉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随便点了一个发亮的按钮 嗯 你点了匹配本吧的队友 我愣了愣 以为自己犯了很大的错 什么意思 我死了是吗 白小鹿随即笑出了声 游戏还没开始呢 放轻松爱姐姐 只是会在网吧里寻找对手而已 再说 有我在 你死不了的 虽然是游戏 但不知道怎么的 白小鹿说出这话的时候 我心里还是涌上一股甜意 我似乎有点理解班里那些少女 痴迷她的心思了 想什么呢 你走中间那条路 白小鹿一句话给我喊回来 我呜呜两声 买了装备栏里最漂亮的一块蓝水晶 就提着我的小熊 批颠批颠地去送死了 开局不到十分钟 我大概等待复活 就已经等了一大半的时间 我只能盯着白小鹿的电脑看 不得不说 这家伙真的挺厉害的 我死了五回 他竟然一次都没死 嗯 怎么了 啊 没什么 我挂了白小鹿看着我的屏幕 没关系 第一次玩 死五次是很好的成绩了 我看了一眼其他队友的战绩 真 真的吗 假的 很笨 白小鹿倾壳了一声 我一脸黑线地看着他 这孩子倒真不是的撒谎的料 正当我准备提着小熊再次出门时 左下角却有对面 发来讽刺我菜的消息 即使再不会玩 我心 你也是有点小别扭的 刚准备转头跟白小鹿说 我不玩了 却发现左下角又出现了白小鹿说的话 你再碰他一下试试 说实话 报我这个岁数 这种话对我而言 早应该自动免疫了 但是也架不住这话 是从这么帅的男生嘴里说出来的 果然 这东西看脸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 不论我是去草丛里瞎溜达 还是不小心跑到对方塔底下 白小鹿对我那都是形影不理 我不知道他技术到底怎么样 但我竟然在一个游戏里 感受到了切切实实的安全感 我的嘴角忍不住上扬 眼角也偷看着白小鹿 他认真打游戏的样子 真是不错呀 长长的睫毛搭拉着 有点懒懒的 也不像网巴其他人那样大喊大叫 只是默默融与不惊的样子 他的手指又白又长 消极键盘的声音 老子明明把安妮都打成屎了 一字一拼天跳出来了 对呀 这安妮是真菜呀 还叫什么 万万小仙女 哈哈 这技术菜得抠脚啊 我看了一眼自己的ID 这才反应过来 这两个人 就是刚刚把我按在地上摩擦的对手 白小鹿似乎气不过 刚准备站起身替我说话 我却平静地拉着他 示意他坐下 我来 我温柔地看着他 在他震惊的眼神中 缓缓站起身撩个撩头发 朝他们走去 方强 李天祥 谁叫我 谁叫我 他俩一脸嚣张地回头 再看到我那一瞬间 嘴巴一脸 刚准备跑 就被我一手压在那里 我摘下他们的耳机 趴在两个人耳边 悄悄地说 方强 你昨天不是跟我说 你的仓鼠死了 你要为他守校三天 不能出来上课吗 天祥啊 你不是说 你去参加方强仓鼠的葬礼了吗 方强哭天喊地地装着可怜 哎呀 万老师 我们都上大学了 你怎么还管我们啊 我冷哼一声 你们就是上了天堂 天王老子还得管着你呢 赶紧回去上课 不然 这学期的学分都给你们扣光 我拿出杀手锏 果不其然 下一秒 他俩便哭天枪地地 背着包冲了出去 我得意洋洋地冲对面 一直看着我的白小鹿挑了挑眉 他似乎是被我逗笑了 虽然戴着口罩 眼睛都是弯弯的 他们俩是真倒霉 在游戏被你虐 现实生活还遇到老师 哈哈我舔着冰淇淋 和白小鹿聊着刚才的乌龙事件 还是你比较厉害 我这也就属于法术伤害 你这直接是物理穿透 白小鹿笑眯眯地看着我 虽然听不懂他说什么意思 但是他这张脸啊 说什么好像动不动听 这天晚上 我在自己家和白小鹿开飞 没戴耳机听不到他的声音 只能在公屏里打字 在我死了三次之后 左下角的公屏里 突然出现白小鹿的名字 在我身后 不要怕 我抿着嘴 强行让自己不要笑出声音 然后强作镇定地打出了一个 但接下来的半把游戏里 我又死一次 白小鹿从中午回来以后 我看着他在我的英雄旁边 转了一圈又一圈后 缓缓地打出了一行字 谁欺负你 我发了一个哭哭的表情 我也不知道 他们就对着我一顿砍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 白小鹿就跟沙红的掩饰的 只要对面一出来就砍 宫廷突然又出现了一句 遇到这样的后期狂魔 也太倒霉了吧 我的心里顿时开了话 他一定也看到了吧 没有反驳 那就是默认了 这天 白小鹿到学校来找我 周六我打比赛 啊 是小白 真的是小白 我是你的粉丝啊 小白 给我签名好吗 啊 老公 我爱你老公 我被一群人挤了出去 好在白小鹿眼疾手快地拉了我一把 但也就是这么一拉 让人群迅速安静了下来 我的大脑飞速地运转 毕竟白小鹿比我小那么多 这事传出去 会不会对我为人师表的形象 有什么影响 这群追星女孩会不会敌视我 可下一秒 当真是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哇 小白还这么尊老爱幼 好喜欢哦 尊尊尊尊老 我咬咬牙说一声谢谢 默默地记下了这个女生的名牌和戏别 等着抄克文吧你 比赛那天 我穿的身牛仔裙 尽量让自己显得年轻一点 一进场 就看到了场中央被一群人围着的白小鹿 我尴尬地招了招手 他也并没有看到 我只好搓着手 找了个角落的位子坐下 正摸着手里的票 头顶就被一个黑影盖住 你怎么坐这里 白小鹿站在我面前 穿着黑色的训练服 你看到我啦 啊 你一进门就看到了 今天穿了短裙啊 我顺着白小鹿的眼睛看向自己 不安地扯了扯裙脚 往下拉着 天气热了点 我就白小鹿看着我的样子 突然笑起来 他在我耳边说句 不用扯 你的腿很好看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 白小鹿就拉着我的手 往第一排走去 我给你的票 可是首席 VIP 你记住那么差 这次可要离近点 学习一下说着 摸了摸我的头 便重新回到了人群中央 我心中默默对自己说着 完了 这次小孩真的好会哦 比赛是连着直播的 我看着手机里的那些弹窗 都是对白小鹿的夸奖 正美滋滋 却接连蹦出来 几条DIS他的消息 国服就这水平 老子打得都比你好 什么国际赛手啊 就这操作 我看着面前争一心一意 打着比赛的白小鹿 想起他过往种种在游戏中 为我打抱不平的画面 觉得我报答他的时候到了 于是我撸起袖子 嘴角邪眉一笑 用我毕生所学 骂人不带赃字的 一一都对了回去 还真是老母猪带胸罩 一套又一套的 求求你嘞 你学学人家天线宝宝 插跟天线 找找您定位成吗 来 你跟我打 你打过我 才有资格说我家小白 等我在抬头时 赫然的Vitory映入眼帘 白小鹿又赢了 我激动地站了起来 看着白小鹿冲我比利的样子 那一刻 我知道 这小奶狗 我是要定了 白小鹿拒绝了对里的庆功 我载着他回家 路上 想必是累了 他竟在副驾驶上睡着了 我不忍叫醒他 就这样在车库 陪他坐了一个多小时 眼看着快到晚上九点的时候 他终于醒了 九点了 他火急火燎的收拾着东西 拉开车门冲了下去 跑到半截又跑回来 拉开车门 把我也拉了下去 你怎么这么着急啊 他也不同我解释 只是一路拉着我回到他家 一推开门 满地的花瓣 白小鹿冲过去 检查着晚餐 哎呦真是的 怎么都睡着了 全凉了 对不起啊 姐姐 本来想定一个惊喜的 他搭拉着脑袋 手里的酒 那就喝酒吧 他又笑起来 走进屋里 换了一身家居服出来 任凭我往杯子里倒着酒 他看着我满满一大杯的红酒 姐姐原来喜欢喝酒壮胆啊 说完自己也抿了一口 我被他说的不知所措 只能四处张望着 挑开着话题 咦 白叔叔不在家呀 他不住着 不住着 那上次还 我一转头 白小鹿还含情默默地盯着我看 我莫名的心慌 只能大口灌着酒 酒壮耸人胆 不一会 我就上了头 白小鹿就能笑眯眯地看着我 白小鹿 你说如果大你那么多 咱俩在一块 多多少少是我见色起义 那你说你是为什么呀 我趁着酒精往前蹭着他 姐姐这么可爱 很难让人不喜欢 而且 我喜欢姐姐照顾我的样子 那就是我心里家的样子 更何况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我这人比较传统 你是不是又想说 我像你妈 我告诉你 你不要有恋不情节呀 他被我逗笑了 放下酒杯 过来抱着我 像那晚我捏着他的下巴那样 捏着我的下巴 万芳芳女士 我郑重地告诉你 你是我喜欢的女孩子 不是我妈 我看着她青春洋溢的脸 心里突然有点难过 撅着嘴说 可是 我比你大了五岁啊 她捏着我的脸 我的嘴巴都被她捏得撅了起来 五岁又怎么样 你能为了我刷弹幕 玩游戏 我就能为了你变成熟 赚钱养家 更何况 我家芳芳可一点不显老 说着 她的目光突然下移 盯着我被她噎得撅起的嘴 亲了下去 这个吻 如此缠绵翡测 你 你倒是挺熟练 我欺诈了 一种输给弟弟的挫败感 占据胸腔 她倒是了然 只低着头 嗓音沙哑音魅惑 我盯着姐姐的视频 变过很多次了 啊 我死了 我别过头 轻轻推着她 起来 我去做点饭 空肚子 喝酒会胃痛 她低头看着我 突然笑起来 我是有点饿了 不过 想吃点别的 我感受到了她的不怀好意 用手撑了她的胸口 紧张的还有点结巴 你今天累不累 要不要去休息 在车里睡过了 那我拿点心给你吃 甜甜的 你最爱了 见她有些犹豫 我想趁机推开她 却被她又重新压在了沙发上 我还想说什么 却又被她在嘴上缩了一口 姐姐这里就很甜 算了 五年就五年 都后悔那一天 可能就是坐在养老院的凳子上 晒太阳的那一天了 谁怕睡呢 来吧 弟弟 全文完